陈晓在2023年年底就跟陈燕熙提出了离婚 陈燕熙这时候身材有点发福了 陈燕熙坐在椅子上就走神发呆 还有很多网友去感慨当年的投沙文 觉得不要让他失望 我们这个故事要从街道知情人士的爆料开始 知情人士透露给江永燕 给江永燕爆料 他这么说的 他说陈晓在2023年年底就跟陈燕熙提出了离婚 说自己是可以精神出户 但是陈晓没有说出他离婚的理由 就是向陈燕熙提出离婚 说我可以哪怕精神出户 我要离婚 此后陈晓没有再回过家 还拉配了陈燕熙 而且获了手机号 陈燕熙想要跟陈晓联系 只能通过工作人员 或者通过两个人的朋友 就是他只能通过第三方的方式才能联系到陈晓 然后陈燕熙对此是备受折磨 被传混变之后 就是得到内部的消息之后 也就是这大半年的时间 小燕这半年就对陈燕熙全晓意外的留意了一些 今年4月份的时候 小燕我遇到陈燕熙 独自一个人带着儿子小行星去上课 身边也没有陈晓的一个陪伴 陈燕熙这时候身材就发福了 然后看上去比较憔悴 到达秋之后 陈燕熙坐在椅子上就走神发呆 另一边就从去年年底的时候泡在了大生意人的剧组 小燕也是跟着拍了很多次 从没有拍到过陈燕熙来去组探班 陈晓的脸上是时不时浮出笑脸 状态看上去很放松 跟陈燕熙的愁眉苦脸就是完全是结讶不同 时间到6月份的时候 小燕晚上偶遇陈晓喝醉后 被两个工作人员架着胳膊走出饭店 拍了两位工作人员的经营榜 随后他俩倾诉着什么 也就是说从陈燕接到知情人士的独家爆料的时候 半年的时间没有再拍到过 可是说两个人同框找过探班 我没有再拍到过了 所以大家怎么看这个事